月哥说电影 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月哥 在遥远的瑞士山脉 有一处人间天堂 那里群山环绕 绿树冲龙 湖泊就像上帝洒落在人间的珍珠 波光淋漓的湖面上 两只长洋的小船轻轻碰撞 克里斯在湖畔邂逅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那一件再难相望 缘分让他们在山腰的绿地上再次相遇 那一遇再难相离 她长发飘飘 白衣翩翩 犹如天使一样 她的名字叫安妮 回到美国以后 克里斯和安妮携手误入了婚姻的殿堂 多年以后 他们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 儿子阿尔伯特已经长成了帅小伙子 女儿玛丽温柔可爱 这天上学前 女儿请求妈妈放学后去学校接她 可妈妈说要开会没时间 让保姆开车接送他们 克里斯叮嘱儿子要全力应对数学测验 分别前 他为女儿递上阴阳午餐 吻了吻她的脸颊 紫童花随风摇摆落满一地 被无情的车轮碾坐春泥 父亲目送儿女远去 挥手与他们道别 可他却不知道这次的分别 竟成了他和孩子们的永别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带走了一双儿女 教堂里两口白色的棺材 似乎抽空了夫妻俩的心 他们神情惨淡 紧紧握着彼此的手 随后将痛苦深埋心底 生活依然还要继续 四年后 克里斯成了儿科医生 他医术精湛 和爱可亲 安妮从事油画修复和创作 在他们双低纪念日那天 克里斯连夜为安妮送话 驱车行至隧道口时 目睹了一场交通事故 身为医生的克里斯 第一时间赶去抢救伤员 然而这时发生了第二次事故 一辆撞飞的汽车砸向了克里斯 他满脸血污的躺在地上 送医抢救后最终宣告死亡 他的灵魂迫不及待的赶回了家 家里的小狗能看见他 安妮神情恍惚 泪流满面 亲友们正在极力安慰 然而命运实在太过残酷 如今他深爱的丈夫又杀手人寰 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轰然倒塌 还记得家里的斑点狗凯蒂病重的时候 安妮想为他注射安乐死 安妮说他死后会去天堂 可女儿无论如何都舍不得 安妮为克里斯画的那幅天堂之境的油画 依然挂在客厅前 那是他们邂逅的地方 也是他们一生最美的回忆 他们原本打算退休后 到那里安度晚年白头偕老 医生让安妮用写日记的方法 来排解抑郁的情绪 可她感觉丈夫好像 依然在自己身边 而此时的克里斯还无法相信自己已经去世 她引导着安妮用颤抖的笔记写下 我是克里斯 我还在这里 可这根本就是徒劳 安妮心痛的闭上双眼 将性质揉睡 随后她来到纸藤花树下 轻轻抚摸着丈夫的墓碑 克里斯想要拥抱她 安慰她 可她再也无法感受她的温度 克里斯只能无奈的道一声再见 去往自己该去的地方 穿过那一晚的幽暗隧道 她在天堂之境睁开双眼 这里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山花 周围环绕着清脆悦耳的鸟迷 而那些鲜花都是用水彩颜料勾勒而成的 忽然草丛里一阵晃动 小狗凯蒂一跃而起 克里斯惊喜万分 和她在草丛中追逐嬉闹 站在那棵苍劲的古树下遥望远方 她沾满油彩的风衣迎风招展 她开怀大笑 冲着对岸呼喊着安妮的名字 蓬勃的朝阳洒下 道道金光 万丈瀑布像白色的绸缎一样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她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正自身于安妮天堂之境的油画里 那个他们约定一起白头偕老的地方 她踩着油彩花镜来到湖边 一脚踩空后掉进了湖水里 远处湖面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叫阿尔伯特 克里斯死的时候 最后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他 阿尔伯特把他从湖水中拉了出来 他们热情的拥抱交谈 这幅五彩画卷是安妮为他而创造的 这里是他的天堂 随着他的意念流动 天上的白露展翅翱翔 还能随意变换色彩 湖的对岸是他和安妮的梦幻屋 他们走过湖面来到对岸 爬上阶梯走进梦幻小屋 可是这间屋子没有窗 阿尔伯特为他在墙上开了一扇窗 窗外是另一个罪人的世外桃源 阿尔伯特拍拍他的脑袋说 你的世界你做主 唯有思想才是真实的 肉身都只是虚幻 此时此刻在画房里 安妮画了一棵紫童花树 悼念丈夫 克里斯一眼就发现了那一团迷人的紫色 他仿佛回到了过去 安妮青春洋溢 一阵疾风吹走了他手里的红色围巾 克里斯早已意识不住激动的心情 他呼喊着安妮的名字 跃下山崖 伴随着飞流直下的瀑布 他滴落在了红色的花海里 他在花海中急速穿行 就像安妮画下游走的一抹红 接着他抓住那条红色的围巾 来到紫童花树下 本来这个世界就是根据克里斯 生前意识所塑造的 可现在他却能看到安妮刚画的紫童花树 阿尔伯特也觉得不可思议 或许是他跟安妮相恋已久 心心相应 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可是活着的安妮此时真备受煎熬 他毁掉了刚刚画好的油彩 克里斯的世界顿时一片黑暗 紫童花随风飘零 他哭着大喊 我爱你 这一声呼喊好像穿透时空击中了安妮 再次返回天堂湖泊 克里斯在岸边发现了女儿经常玩的小老虎 他急切地想要见到孩子们 阿尔伯特说 你想见识自然就会见到 当他再次从梦幻小屋中醒来 一个名叫丽娜的女人来到他身边 他说阿尔伯特正在工作 接下来由他引导和陪伴克里斯 他蒙住了克里斯的双眼 刹那间天堂之城出现在他眼前 丽娜说这是他的世界 是他自己描绘的无忧国度 而所谓的天堂就是你所向往的世界 这里的人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舞 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丽娜告诉他 阿尔伯特的工作就是拯救迷失的灵魂 随后他们坐在小船上聊天 克里斯聊起了关于女儿的记忆 身后的拱门城堡 像极了女儿房间里的手工衣品 那里有金色的大殿 还有自由飞舞的天使 女儿曾经问他 那里是不是我们死后会去的地方 爸爸说那只是一个虚幻的梦 父女俩每晚都在一起下棋 女儿说他想玩到赢为止 三个月后他出了车祸 可他还没有赢过一次 克里斯问丽娜 你还想下棋吗 丽娜笑了笑 我正等待棋逢对手 恍惚间丽娜化身为女儿玛丽 坐在小船的另一端 克里斯将她拥入怀中 温柔地吻了吻她的额头 此时尚在人间的安妮 再也无法承受创伤 她的手腕上早就留下过长长的疤痕 她不想再被送到医院 她穿上紫色的连衣裙 手捧日记本写下那句话 无论我们相隔多远 我都会和你们在一起 晚上阿尔伯特带来了一个沉痛的消息 安妮自杀了 克里斯哭着说 或许这样对她更好 至少她不用再承受煎熬 可阿尔伯特却告诉她 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她了 因为自杀者破坏了人生旅程的自然规律 所以会去到地狱 而地狱不是上帝对你的惩罚 他是自己对自己的惩罚 每个人的地狱都不一样 人生出了差错才是真正的地狱 听到这里 克里斯早已愤怒自己 面对天边的电闪雷鸣 他立下誓言 我是他的爱人 我会找到他 永不放弃 我可以看到那棵紫藤花树 所以我也一定可以找到他 面对克里斯的执着 阿尔伯特思虑片刻 决定帮他寻找安妮 他们在领路者的带领之下 驾着小船穿过狭窄的隧道 来到了波涛汹涌 风驰电车的死亡之海 海底浮现出无数的魂魄 将小船掀翻 他们全部坠入了海中 好不容易他们才挣扎着爬上了岸 熊熊燃烧的沉船 是通往地狱的大门 克里斯忽然停下脚步 他无法感应安妮的存在 因为此时 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儿子的身影 还记得那个倾盆大雨的午后 克里斯和儿子在大树下躲雨 他想和儿子像朋友一样相处 和他商量着转校的是 儿子一直努力想让父亲骄傲 他害怕自己会落后 但他也不曾放弃 克里斯鼓励儿子 就算我要去该死的地狱 我知道你也会伴我同行 父子俩坦诚相见 开怀大笑 此时此刻 地狱大门之前的阿尔伯特 幻化成儿子 克里斯将他拥入怀中说道 你妈妈不在这里面 阿尔伯特希望他找到妈妈 并把他带回来 接着克里斯坐上地狱升降机 来到嵌满头颅的坟地 恍惚间 他好像看到了安妮的头颅 他朝安妮飞奔过去 却一脚踩空 坠入深渊 最终落入了一座大殿中 大殿底部有一个深坑 深坑的中间 坐落着克里斯的家 那个家早已一片荒芜 门前却盛开着紫藤花 引路者告诉克里斯 眼前的一切都是安妮的幻想 在这里他无法和你相认 你见到他 说出心里话后就得离开 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否则就会失去理智 被地狱吞噬 克里斯缓缓走向自己的家 破坏的家门自动为他敞开 家里一片狼藉 安妮的内心世界早就成了废墟 他忧伤的趴在干涸的花池旁 池中的玫瑰也已枯萎 克里斯的突然造访 把他吓了一跳 在这里他无法认出克里斯 也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 只有无尽的黑暗和忧伤 克里斯只好说自己是他的邻居 刚搬来不久 安妮说家里没有了水和电 有些东西也不知所踪 比如干净的衣服和他想看的书 还有他心爱的而未完成的话 忽然一只巨大的狼猪 把他吓得崩溃大哭 克里斯赶忙上前保护他 等他再次平静下来后 他面前摆放着那幅天堂之境的油画 这幅画让他想起丈夫和儿女 所以他不想离开这里 克里斯说 我的儿女们去世以后 我妻子就自杀了 我最后见到她是在我们的纪念日 那不是结婚周年纪念日 而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那天在疗养院的花园里 我把一张单程票递给了她 她觉得孩子们的死亡 是因为她没有去接送他们 所以她一直沉浸在自责和痛苦之中 她连续一个月都不说任何话 我却无法帮到她 但我也无法丢下她 我请求她不要放弃 她浮在我怀中哭泣 答应我要好好活下去 安妮说她好想见到克里斯 克里斯声音颤抖地告诉她 我可以教你 那并不难 就像绘画一样 我们一起描绘 她让安妮闭上双眼 回忆结婚那天的幸福场景 一瞬间仿佛甜蜜重现 白色的教堂圣洁而典雅 克里斯亲身提醒她 安妮 圆中的男子是我 可她却突然变得歇斯底里 她依然无法认出克里斯 她瘫着在地上 固执地留在自己 所选择的世界里 克里斯缓缓走近 像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安妮 吐露着心声 我要为我生前不能给你的东西而道歉 我只想我们白头到老 还能互相取笑 最后在你画中的湖畔一起相守 那是我们的天堂 那里有很多我们怀念的东西 书籍 小碎 亲吻 以及争吵 谢谢你给我的爱 谢谢你给我了一对儿女 让我陪伴着他们成长 谢谢你的勇敢和温柔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说完克里斯走出家门 领路者告诉她 你无法帮到她 克里斯说 我几乎已经失去理智 我也无法再坚持 所以我要出来告诉你 你回去告诉我的儿女 我很爱他们 我不会离开他们的母亲 我要在地狱里陪着她 随后克里斯返回破败的家里 扶在安妮身前紧紧握着她的手 在她的不断提醒下 安妮的记忆好像在慢慢复苏 她认出了克里斯 她也慢慢走出了自己创造的地狱 等到克里斯再次从梦幻小屋中醒来时 鸟语滑翔色彩斑斓 默然回首她在从中笑 她轻轻捧着克里斯的脸 多少甜蜜的拥吻 也无法弥补他们对彼此的思念 有些人说不可能的事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而已 等我蒙住你的双眼 你梦想的一切都会出现在眼前 天堂之尽依然美得让人沉醉 古书下的人已经陪伴在他身边 若你知道目的地 就永远不会迷失 领路者为他们带来了惊喜 小狗凯蒂跑到他们身边 话从中传来女儿呼喊妈妈的声音 那是让他魂牵梦绕的人 安妮飞奔过去 和女儿紧紧拥抱在一起 阿尔伯特也来到他身边 此时此刻美梦成真 在天堂之尽里 他们一家人永不分离 安妮说他想和克里斯白头叨牢 永远都在一起 克里斯问 我们投胎转世怎么样 重新寻找对方 再爱一次 于是一个明媚的早晨 新泽西州的湖畔 两只长洋的小船轻轻碰撞 一个男孩邂逅了一个女孩 前世的地狱天堂 换来今生的念念不忘 美梦成真是文森特沃德 1998年上映的作品 电影获得第71届奥斯卡 最佳视觉效果奖 对于天堂和地狱的构想 天马行空让人惊叹 而他所呈现的天堂和地狱的概念 也很有意思 所谓的天堂 其实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世界 而地狱其实是你所执着的 悲痛和黑暗 每个人的悲欢都不尽相同 所以每个人的天堂地狱 也变化万千 当身体不存在时 一时所到之处就是灵魂所在之处 心若自由 生目长风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表面上这部影片是在讲用爱 找回爱人的故事 其实它的内核是在讲和自己相处的哲理 当孩子们离开以后 夫妻俩都面临两个选择 是沉浸在过去里自责懊悔 还是直面现实 珍惜眼前人 克里斯选择了后者 他愈加重视生命里细微的感动 而安妮却选择了前者 陷入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地狱里 人若无法跟自己和解 就会蒙蔽双眼 隔绝一切 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 总会有一些无法预测的噩耗 突如其来的灾难 以及莫知能遇的命运 生命是那么的无常 或许它是在时刻提醒着我们 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 放下那些你已经失去的 不必用过去惩罚现在 也不必用伤痛阻挡爱意 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唯一的区别只是早晚 没有强大的内心 怎么面对百年之后 独自离开这个世界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